聊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 网络工程专业主要讲授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应用知识 网络工程的专业知识及应用知识 网络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具有本专业领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备一定的实践技能的高级研究应用型专门人才 网络工程专业设立的第一个背景是 我国大学专业的设置经历了上一世纪 50年代学前苏联的窄口小类划分方式 和文革后学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宽口大类划分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国统一按宽口大类设置专业 也暴露了出其不太适应专业性较强的用人场合的缺点 教育部在2001年11月下发 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后 我国本科专业数量又有了较大的增加 企業 FEMALE 感谢观看